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午十一时东越门被攻破 部分美军最先攻入外城 英军中午是达北京 攻广徐门 至下午二时雪攻入 晚九时 和日军各自由东直朝阳破门而入 1915年8月14日 阳渡等六人发起筹安会103年前 1915年8月14日 阳渡串联孙玉云 李谢和 胡英 刘诗培及严妇联明发起成立筹安会 孙 李 胡 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 是明造一时的革命党 阳渡用了许多手段 把严妇列为发起人 使人士凯极为欢悦 1917年8月14日 中国对德 奥宣战101年前 1917年8月14日 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报告 正式对德 奥宣战 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行列 中国对德 奥宣战以后 派出军队奔赴勾战前线 同时 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派 以参战为借口 大戒外战 购置军火 装备齐敌系部队 准备发动内战 讨伐西南 1937年8月14日 日本空军轰炸南京81年前 1937年8月14日午间 防空警报骤然而起 日本空军木更金队重风炸击16架飞临南京闪空 疯狂头弹 把羽花台军需炸得稀烂 这是抗战史上南京首遭日本空袭 1937年8月14日 国民政府发表的自日抗战声明说 81年前 1937年8月14日 国民政府发表的自卫抗战声明书 八年抗战正式拉开帷幕 1937年8月14日 八一四空战打响 中国空军首战获胜 81年前 1937年8月14日 中国空军抗击日军空中袭击的第一次作战 八一四空战打响 经约30分钟激烈战斗 击落日击三架 击伤一架 中国空军无一损伤 首战获胜 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极大的鼓补了中国军民抗日斗志 增强了战胜侵略者的信心 为纪念首次空战胜地 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1941年8月14日日军向禁察记编区 大举扫荡77年前 1941年8月14日 日军集中第二十六 第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三 第四 第九旅各一部共约两万余人 分多路向禁察记抗日根据地 实施扫荡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 73年前 1945年8月14日 20日 23日 蒋介石在依靠美国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 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 同时 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 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要毛泽东赴重庆同奖介石谈判 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 如果打内战 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1945年8月14日 国民党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73年前 1945年8月14日 国民党政府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主要内容 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给予援助和支持 战后共同防止日本重新侵略 双方友好合作 并互相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根据1950年签订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持得换文规定 此约失效 1960年8月14日 中共开展增产协约运动58年前 1960年8月14日 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增产协约运动的指示 一、立即发动群众讨讨论登产协约指标及其具体实施措施 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重点生产和重点建设 三、大量精简非生产人员 四、加强对农业的支援 五、加强技术革新成果的推广工作 六、加强企业管理 七、厂矿企业领导必须既抓生产又抓生活 指示中没有坚决大幅度压低过高的生产计划指标 在这个时期 国民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被动 1971年8月14日 毛泽东开始南巡 并做了重要讲话 47年前 1971年8月14日 毛泽东离开北京 16日 毛泽东到达武汉 在武汉 毛泽东先后河湖北、河南等的党政军负责人 进行了五次谈话 毛泽东南巡期间 林彪集团十分焦急 想方设法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言行 毛泽东南巡沿途的谈话内容 引起了林彪集团的极大恐慌 1992年8月14日 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冒兴成功26年 前 1992年8月14日7时12分 西城卫星发射中心传来喜讯 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一捆绑 是运载火箭顺利起飞 成功地把美国研制的澳大利亚 奥塞特币一通信位行入预定轨道 二 国外大世纪1941年8月14日 大西洋宪章正式公布其17年前 1941年8月14日 大西洋宪章正式公布 大西洋宪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对于动员世界人民加强反法西斯联盟 打败德 以日侵略者 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大西洋宪章不仅标志英 美两国在反法西斯基础上的政治联盟 而且也是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1945年8月14日被当因犯通敌罪被判死刑 73年前 1945年8月14日 被当因犯通敌罪被判死刑 没收一切财产 并且宣布他是民族的败类 此外 法庭还认定他犯有误人罪 许多震害的公民 因为他过去是英雄儿戏 认他 结果被引入歧途 这时 他当年一手提拔的戴高乐 签署了特赦令 改判终身监禁 就像五年前被当也在维系政府对戴高乐 进行缺席审判 的死刑判决书上签署不要执行一样 1945年8月14日 华裔黄毅先生担任柬埔寨王国首相 73年前 1945年8月14日 华裔黄毅先生任柬埔寨王国首相 黄毅首相执政西温之退休后任柬埔王国顾问的年代 政局稳定 治安良好 经济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 柬埔寨人民 包括因战乱逃难 到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一谈到此 对柬埔寨前首相 黄毅的敬仰之情 游然而生 人们至今都很怀念他 爱戴他 1947年8月14日 巴基斯坦 国父珍娜宣誓就任巴基斯坦总督 71年前 1947年8月14日 巴基斯坦国父珍娜宣誓就任巴基斯坦总督 1953年8月14日 苏联宣布拥有清淡65年前 1953年8月14日 苏联总理马林科夫宣布美国已不再垄断清淡的生产了 马林科夫没有提及苏联制造和饰演清淡所获得成功的细节 他使在向最高苏维莱发表的长达四个小时的演书中有一段谈及此事的 1963年8月14日 英国发生最大的火车抢劫案55年前 1963年8月14日早晨 价值500万美元的现金与珠宝 在一辆英国火车上 只用15分钟就被抢走 一群石铁棒 枪支的歹徒携带截品仓皇而逃 他们制造的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抢劫案 1993年8月14日 日本资料首次证实日军曾在华使用细菌武器 25年前 1993年8月14日 朝日新闻在头版报道 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 保藏的当年日本陆军军官的业务日之中 有关于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秘密开发细菌武器 和在中国各地实际使用细菌武器的记载 1997年8月14日科学家发现最早的人类足迹 21年前 1997年8月14日 美国河南非的两名科学家在华盛顿宣布 他们发现了11.7万年前人类祖先脚印的化石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的足迹 这组脚印是由美国古人类学家 李伯格和南非地理学家大卫罗伯茨 1995年9月在南非开普敦以北约97公里处的 大西洋海岸的岩石中发现的 3.名人生族生147年前 1871年8月14日 满清皇帝光绪帝出生于中国北京 光绪帝清朝第11任皇帝族28年前 1990年8月14日 著名抗日将领孙连仲将军病逝于台湾 孙连仲著名抗日将领生135年前 1883年8月14日 满清皇帝首领唐继尧出生于云南 唐继尧大韩民国建国勋章受赏者中的外国人之一族14年前 2004年8月14日 波兰当代罪 伟大的诗人切斯拉夫妙池 在克拉科夫史市 足177年前 1841年8月14日 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在德国市市 生106年前 1912年8月14日 著名学者金克木出生于江西 生241年前 1777年8月14日 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生于兰格朗道鲁德乔兵 足118年前 1900年8月14日 语言学家马建中英本一场天积电而突然去世 足62年前 1956年8月14日 著名的德国戏剧家与诗人布莱西特逝世于柏林 读30年前 1988年8月14日 法拉利汽车公司的创始人恩佐法拉利去世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